我们看回户心交易所 最新都公布了港股通调整了的名单 纳入和剔出了各33只股份 见到个别的纳入和被剔出的股份 即是都见到二栋版面上升得最劲就是晶态科技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纳入了港股通的新贵 其实这次来看 都多近一年内上市的新股纳入 早段来说炒得最热烂烂就是一众的汽车商关股 今早看到蔚来都升得很劲 不过说回港股通新贵方面 又是去年12月才上市的智行汽车科技 曾经就近升过3.8% 5月底上市的二手车经销商汽车街 都曾经升到近2成 不过来到5后似乎都齐齐的缩回了 现在只剩下单位数的升幅 来到这刻还可以保持着叫做大升的 只剩下刚才已经提过的晶态科技 暂时来说还升到近2.3% 做15.666的位置 6月才尝试挂着第一只十八斯特专股的明显 8月底开始已经似乎见到股价 Turbo price 纳入港股通这个憧憬 上日曾经急回过一成半那么多 但是整个升浪累计已经升到一倍很多 现价来看已经逼近上市价 甚至三倍了 虽然说药物科 既然科研方面的解决方案 业务有智能 AI概念 但是公司现在还没有钱赚 没有盈利 去年还说要市整十九亿多 收入都只有一亿七千元 如果我们看过市销率来到计算 都超出了三百倍有得 如果现时来看 你会不会真的担心已经炒到过了 要小心急回 尤其是看着那个RSI 曾经14天来说 那个RSI曾经上过85流上 看估其实一定是 和现在的基本面 就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在那 但是始终尤其是 你拿着个18C来上市 接着你进入北水的渠道的话 其实固自然 这个过去这么多年来说 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你给到市场 或者内地投资者的想象 空间越大 就越肯和你下去炒 一来本身是一个 专丁特生的公司 二来刚才每个别人都提到 就是本身涉猎的行业 尤其是说 你做一些药物的发言解决方案 刚才我说 虽然看到其他 比如CXO那些不行 但是你看回他们本身 那个收入结构 其实他说超过一半 是来自内地的情况之下 就是起码在地缘政治风险方面 是相对地降低了的 虽然内地投资者 不是很提高那些数 但是你纯粹在地区深入方面 其实起码见到 买下去就比较安心些少 起码不会突然被人打败 被人打败了下去 第二样的就是说 你又立了个AI的题材下去 所以你把这两个合在一起 其实你给到内地的投资者 一个上涨空间 是固执的非常之大 尤其是你看回上市之后 其实你见到 一直以来的成交 其实也都不算太过活跃的 其实你讲的 每天成交 你讲的200万股 300万股 就像Mephist刚刚提到 去到八月底 大家开始抄亚 入北水了 就是成交突然加倍了 300万去到600万股 去到今天 今天全人没收市 都已经600多万股 所以你看到成交 就开始有些叫front run 或者提前pricing 你说RSI 是的 14RSI去到70流上 现在去到76 已经进入超买的水平 但是没办法 就是你强势的股份 超买完可以继续再超买下去 当然说你去到 可以極度超买到什么水平 这个没有人去猜到的 但是有些的技术指标 真的你看着图 你去看的话 就有些东西要看着 就是当你的股价 一直是这样斜上去 而见到个别的技术指标 包括14RSI 甚至是说成交量 开始有些顶背池的时候 这个反而是有些珠心码 大家要去留意 就是反映到那个动能 开始减弱 纯粹从一个短期的交易操作 上的考量 但是纯粹在看估值 一定是不合理的 你说的 几百倍的价格 你作为一种生物科技的企业 你基本上又不会 不配有这么高的估值 所以纯粹从现在的情况去看的话 其实短期资金都仍然有些炒作 但是如果纯粹从现在的情况去看 短期过去 纯粹看直播率大不大 伪高人大不大 伪高人大不大 除非你真的跟得很貼 你想就一转很短的上风车 否则的话 站在那边先 但希敏刚才你也有提过 他的主要业务 都是在内地方面 可能不用那么害怕 但我们谈多一点 其实公司有三成业务都在美国 现在市场都很合合 要不怕受累于生物安全法案 又要担心他都受到拖累 这个的因素有多大 刚才我们提到 受过地缘政治风险 因素相对比较低 就不等于没有 是不是 你看回来 你随便拿着若名系 甚至说其他 例如说其他拿出来看 你看到他们的收入结构里面 欧美其实是佔了超过六成 但你看到美国加上其他地区 你比进去都是四成左右 所以你看到他们的地域分布 你说来自海外地区 相对地会比较少 当然你说 不可以说完全没有冲击 因为始终有个海外的exposure 在那里 所以如果你说 就是法案过了 后续来说 中美在包括生物科技的领域 甚至其他领域是有些将来 因为国内是继续持续 甚至是继续加剧的话 始终会触动到市场的情商 尤其是你升了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随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所以尤其是你看到 那个货源是比较集中一点点 所以你看到货源 这么corner的情况之下 有一些风吹草动的话 随时是会有短期急速的回讨在那里 那就是说风险因素不是那么大 那个压力不是那么大 但不代表完全可以撇除这个风险因素在那里 接着谈完借政态 又看看借智行汽车科技 做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车企速销和技术竞争 反而都有利着产品需求 兼且看到禁售期六月都过了 捱沽插水之后 一直在横行阶段 用市销率来到计算 大约就4.5倍左右 似乎在价格来说合理很多 今天弹完之后很快又散了水 资金又肯炒 今天来说成交金马 比过去一百天同时段 平均成交都高出两倍有特 反而股价是否真的有空间 兼且有个条件叫做慢慢慢慢爬上去 你纯粹看估值上面 你拿香港和相关比赛去比赛 基本上没有太多可以比赛去比赛 反而拿回海外的同企业 包括Mobile那些去比赛 甚至在美国上市另一家河赛去比赛 其实你说估值方面 已经落到相对比较合理的水平 但是合理还是合理 之后那个股值你要有一个提升 或者一个重股的话 就很取缺于自身的基本面 因为你说自动驾驶 大家都在说 尤其是你讲传统车也好 甚至你讲新能源汽车也好 其实你对于自动驾驶的中长期发展 大家是会看到的 但是你现在的斟酌点就是 不到L22,732MHz或者接近L3水平也好 你要再向上突破的话 其实你是一个很中长期的决签 但是另一边商 тому你济グ的市场 我想先从过去的这段时期 从它上市到现在为止 其实对它的仗颜 here 就是 cargo的客户集中度 仍然相对比较高 大家再看着 近期到第3 和第4 季的时候 客户优化程度 是不是可以再做好了一点 这后授是大家需要留意的 只要 foods back to their股价 始終你過完禁售期之後 7月那一棍推了下去 殺傷力是非常之大的 尤其是你今天這一刻 上回去 你去一條五十天線 其實也未去那支大陰燭的一半 你去那三分一 看著這張圖也看到 大家都看到 小毛見大毛 是啊 所以這一刻你要修復 你不要說去一半 你說修復你去一條一百天線樓上 你說五十多元 其實難度是非常之高 起碼只是在短期之內 但是如果你說接下來 在行業的政策上面 自動駕駛其實再有些的進展的話 再有些的扶持政策 再出到來的話 其實是會有些短期炒作的空間在 但是都是要問一件事 你看回它上市到現在為止 其實整體的成交 其實不算太過穩定的 所以你說平均每日 用股數去計算 其實不夠四十萬股 你說今天是一百一百十萬股 但是你的波動性是會非常之大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考慮做一些短期的操作 的時候就要留意一件事 第一就是本身的交投量 二來就要留意股份和賣賣差價 講完一些旺納入的股份 講一些被剔出了港股通的股份 有些要急插的 包括線上醫療股 叮噹健康 梅斯健康都要急插的 八月港股有個反彈 但是兩隻股份都要跑輸個大市 八月初已經開始展開過 跌浪分別跌了兩成 八同一成七 那時候還未叫Price先 踢出港股通這個理淡因素 今天這樣跌兩成 會不會跌過龍呢 其實都不算 反面其他都跌成一成幾個 雖然那些就不是科技股 但是你沒辦法 如果你說內地投資者之前 在持倉方面 一來是透過北水那條距 是你持倉的話 你沒辦法了 你一定要焗沽的 除非你不是那條距裏去買的 所以純粹看到 今天跌兩成 叮噹健康也好 甚至說梅斯健康都可以 跌兩成幾 其實不算太意外的情況 當然說你今天跌完之後 會不會再跌呢 其實沽壓短期 沽壓是會是 因為始終你 尤其是醫療健康的領域 過去幾年 其實都是市場炒作的對象 但是隨著本身整個 公共衛生情況 進入常態化之後 其實都沒有太多炒作空間 給大家去做 所以你純粹考慮到 被剔除了出北水的因素的話 其實短期的沽壓仍然會有在 看到了